海马2000米为落八族四个民族和一个未实定的民族,邓人,共19至2015年年底,全村人均收入1.3万元。 最终以围绕经济抓党界,抓好党界促经济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。 一是,以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,认真召开村主物落到实处,把矛盾化解在萌养状态,把问题解决在第一线。 据统计,2015年,村干部共办理群众各类事务236届,得到了各族群众的一致认可。 关心知识下,西八村两位班子按照生产发展,生活宽裕,相丰文明,村户后空地建设猪圈、鸡圈,科学养殖生猪途径。 目前,全村养住户共计有11户。 三是,发展传统特色文化产业。 在上级相关部门的知识帮助下,西八村落巴族民族服饰编制房于2015年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。 目前,编制房有学工11名,进行精美的落巴民族服饰编制工作。 今后,这些来自落巴姑娘之手的服饰衣物将会作为商品走进市场,从而促进落巴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。 作为查理县边境村和一个以落巴族为主的多民族混合居住村庄。 多年来,村两位班子始终坚持反对民族分裂,促进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,做好政策宣传,鼓励民族通婚。 目前,西八村全村民族间通婚的多达13户,其中包括村党支部副书记夏多和妻子桑正,妇女主任殷真和丈夫吴海波。 大家和睦相处,其乐柔龙,是上场与镇远近闻名的民族团结,示范村。 丰富文化生活 一是,2015年新建成的村演艺厅正式投入使用,二是组建村文艺队一支。 目前,在世文广局驻村工作队的指导帮助下,排列具有一定民族特色和较高水准的民族舞蹈十支。 去年,村文艺队共在村演出十场次,在镇演出两场次。 整治员、干部开展村卫生大扫除、环境大整治活动,保证村主要道路干净卫生。 二是,合理有效利用垃圾桶、垃圾池及垃圾车,即使对生产生活垃圾进行集中处理,避免因乱丢垃圾造成脏、乱、差的环境问题。 西八,一座花子的代理下,为实现全面小康,迈向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而努力奋斗。